現在要開始教的就是我們的最後一章 我們說叫電磁學 電磁學也表示電跟磁有關係 但是在最早的時候電是電磁是磁學 我們一開始教你的磁學也是磁是磁電是電 就是把單獨教磁學 然後再把電引進 所以磁鐵跟磁藝就是最古老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磁學 很早很早的時候 然後人類就發現有一些東西可以吸引鐵製的物體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叫做磁鐵 這個性質叫做磁性 可以把鐵吸住的這個性質叫做磁性 這個物質我們稱為磁鐵 就是最古老的時候這樣的說法 能夠吸引鐵製物體的東西叫做磁鐵 這個性質叫做磁性 那麼現在只要有磁性的 不管他是天然的還是人造的都叫做磁鐵 以前他是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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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不管 只要是能夠吸引的 有磁性的 我們都叫做磁鐵 那麼能夠被磁鐵的東西除了鐵之外 還有孤磊 鐵孤磊叫做磁性物質 磁性物質 如果上高中之後還會學更複雜一點 那以後再說我們國路就只有這樣比較好了 就是可以被磁鐵吸引的叫做磁性物質 有哪一些 有鐵孤磊 還有他一些做的合金或氧化物 但不是全部 有的鐵製的東西像磁鏽鋼 我們國中教你的磁鏽鋼 基本上是不被磁鐵吸引的 有磁性物質的固定有磁性 像磁鏽鋼 我們國中教你的磁鏽鋼 就是不會被磁鐵吸引 非磁性物質 這當中的原因 我們國中生不理 不管他 不講他 告訴你說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這樣就好了 OK 然後這件事情在以後有用 磁性物質這件事情在以後是有用的 所以你要知道鐵孤磊叫磁性物質 OK 還要記得 然後不能夠被磁鐵吸引 就是非磁性物質 像我們教我剛剛講的 國中教你的不鏽鋼 像塑膠就這樣 這裡就有一個很無聊的影片 說無聊就是很簡單 就是告訴你可以吸或不可以吸 這個還是以前的實驗 還有人考過 這是以前的一個實驗 還有人考過 就是我拿磁鐵吸一吸 吸不起來 非磁性物質 吸不起來 吸得起來 磁性物質 吸吸不起來 非磁性物質 這樣子 是這樣 這個就是要做這些事情而已 很簡單 很簡單 但是有人考過 這有人考過 有人考過 那麼中國四大發明是什麼 指南針 指南針還有嗎 我要 我要 還有硬刷術 還有一個 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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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刷 我們要講的是所謂的指南針 因為指南針就是利用磁性物質 來指示方向的 所以這件事跟我們差不多有關係 指南針 利用磁石來幫我們指示方向 後面會講這件事情 OK 那 這是所謂的中國早期的磁石運用 看過去就好了 戰國時代有人做一個叫勺子 叫施南 然後呢 東漢製造可以指示方向 然後這個指南於 指南於 指南於 就是 這樣 這個 這個是所謂的做指南針 我們一般的考試通常都沒有考中國古代的發展歷史 等於會考我等一下要跟你講的西方的狀況 OK 這件事要跟你講說傳說中皇帝大戰石油發明了一個指南車來指示方向 然後呢 因為石油會放大霧然後迷之方向 指南車上面沒有實鐵 指南車的原理是用所謂的差速指輪 讓它指向固定的方向 你的爸爸媽媽如果有開汽車 汽車方向盤 轉一圈或轉兩圈 放手之後 它會自己回正 叫做差速指輪 永遠指向固定的方向 當然 汽車是永遠指向車頭的方向 不是永遠指向北方 它是用秒 它是固定指向車頭的方向 它是用差速指輪 這裡面沒有 沒有磁鐵 那剛剛跟你講過 那個中國古代的發明 基本上沒人考 但是我會問西方的 西方的發展 這有人會問你 誰做了什麼事 我們後面會教 那你要記住 這位大哥首先指出來 為什麼磁鐵可以指示南北 因為地球就是一個大磁鐵 地球就是個大磁鐵 然後這個就是二斯特 我們要教的電流磁效益 他發現電流磁效益 然後安培把它擴展 然後所以我們就有安培定律 安培右手定則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事情 然後有位大哥叫法拉蒂 電池感應原理 電池感應原理 讓我們可以由 讓我們可以由磁場產生電流 讓我們可以由磁場產生電流 好所以這個是 考試有人會考的 誰做了什麼事情 誰發明了什麼 這是會有人問的 所以你要會 所以你要會 OK 好 好 那麼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的標題叫做電池學 最好是電跟磁怎麼樣 合而為一 所以後面會教你什麼磁電生磁啊 磁生電的這種東西 所以現在叫做電池學 我現在叫做電池學 然後一開始教的 就只有磁學沒有電 現在就教的只有磁學沒有電 OK 然後就發展出一些近戰理論 這個以後再說吧 唸高中唸大學的時候 大學有一本學就要電池學 很好玩 不好玩 其實不好玩 還會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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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就是 現在要跟你說 這有很多用品 不過呢 這些用品 目前都已經算是要絕種了 錄音帶 錄影帶 還有電腦的磁碟片 以前都是所謂的 跟這個磁的東西有關的 都什麼東西有關 不過現在基本上都已經要 快要算絕種 算絕種 不再用這種方式 但是至少在歷史過程中 它曾經是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很重要的媒介 幫我們儲存資料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東西 還有一個 那還有一些 正在還在用的電子感應原理啊 電腦原理 我們後面會 應該會提到 跟悠遊卡 好像提過嗎 悠遊卡呢 這個電子感應原理 那是在說 可以讓各位做一個 基本上的了解 跟認識 就可以了